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隶属乌克兰大剧院的基辅国家芭蕾舞团 是经典二戏三大芭蕾舞团之一 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 不仅是国宝及艺术结晶 更是孕育国际知名五星的摇篮 这个无论由历史背景或文化特质 都看似离台湾很远的表演团体 终于要在今年六月首度放台演出 而且一次献上二大全版芭蕾经典 天鹅湖与睡美人 乌克兰大剧院以古典春正著称 基辅国家芭蕾舞团 则以保持优秀的演艺传统 精湛准确及无限可及的技巧 一丝不苟的花丽场景服饰著称 也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芭蕾舞团之一 长演剧目近三十出 包括天鹅湖睡美人等 主办单位牛耳艺术表示 此次访台将由乌克兰大剧院 顶尖首席指挥密克拉迪亚杜拉 迈克尔达迪拉带领亲自指挥 NSO国家交响乐团与基辅国家芭蕾舞团合作 包含七十二名舞者 一百名交响乐团音乐家 全本芭蕾舞剧加上管弦乐团 现场演出与百人乐舞同台的阵容 呈现大气恢宏的古典芭蕾 顶尖首席五星阵容则包括纳塔利郎 NATALIA MAYound Zach 安娜塔西雅 Come结婚 альastasia Shavchinko 丹尼斯 达克 Denis cuz 另闲主 跳 同时也将邀请在国际间大受欢迎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前任首席 马修扎迪 Matthew Golden首度访台客做演出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6月6至8日演出天鹅湖9至10日演出睡美人基辅国家芭蕾舞团首访台将带来全本睡美人 牛耳艺术提供基辅国家芭蕾舞团首访台全本睡美人花丽盛大 牛耳艺术提供基辅国家芭蕾舞团首访台全本天鹅湖经典圈永 牛耳艺术提供基辅国家芭蕾舞团首访台全本天鹅湖经典圈永 牛耳艺术提供